天气是热爆了 不少民众频繁的往海边跑 而最近最夯的水上活动就是独木舟 让民众可以玩水消暑 花莲海上独木舟可以边滑的边看日出 吸引不少游客来报名 这次端午廉价几乎的是额满了 由于花莲的地景景观相当的特殊 华独木舟赏日出就成为了最棒的旅游休闲模式 华独木舟产业也就成为了 花莲目前最繁荣的观光产业之一 你能够想象到在花莲的海滩 同时挤上500多人的情况吗 这就是花莲目前最盛行的旅游行程之一 海上新日出 天还没有亮 在沙滩上就有500多位的游客 正是希望能够使用不一样的赏日出旅行事 近五年的独木舟产业推广 到现在许多旅游行程规划 都新增清水断崖 华独木舟赏日出的行程 推广住人让独木舟业者增加到30多间 独木舟协会总干事说 他们相当乐见独木舟产业的盛行 才能够为水上活动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之后好像业者没那么多来玩的人也比较少 但是最近这两三年可能就是有玩过的人 大家就开始去船舟好像还不错 然后就越来越多人 那业者也越来越多 那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喜欢去清水断崖这个地方 去刷这个渡舟走 因为其实大部分来花莲的大概都是 花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它就是风景跟大自然 那在花莲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太平洋跟日出 那能够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大概就是清水断崖的渡舟 所以你自己也有下去划过吗? 有按你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蛮漂亮的 因为那感觉它能下去的时候 其实浪都不算太大 那业者也会看浪货 全球疫情尚未有效的受到控制情况之下 在广阔的季燃环境中不受影响 站在独木舟上滑涨明日出让民众海担了 忍不住跳进海里的清凉下 记者林杰送风箱 采访好多 感谢观看